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3号星期五 大家好 孟晚舟走不了格恩这条路 有很多人 因为格恩现在是胜利大逃亡 很多人就说说 孟晚舟能不能走格恩这条路 我觉得走不了 你知道格恩是谁吗 不是 你讲一下 咱也避免有的观众不知道 格恩是法国籍的黎巴嫩人 他是法籍黎巴嫩 就好像有的 就是出生在美国的那种 就是亚裔的美国人 那种感觉 但是他是1954年出生于巴西 所以他拥有法国黎巴嫩 巴西三国护照 还有三个国家护照 1999年的时候 日本的日产汽车 连续亏损了7年 负债200亿美元 法国雷诺公司 就是说收购了日产37%的股权 成为日产大股东 那么到第二年 2000年的时候 雷诺就委派格恩 成为了日产汽车的社长 三年内就使日产转亏为盈 挺厉害 到2004年的时候 日本的天皇 向格恩颁发了蓝寿包张 蓝寿包张 蓝寿包张 2005年的时候 格恩成为了雷诺的首席执行官 等于雷诺算是母公司 也不算母公司 反正大股东 排到日产 然后他到了2005年的时候 又返回雷诺 又成为雷诺的首席执行官 然后再将三菱汽车收归旗下 就成立了雷诺日产三菱的联盟 担政联盟最高负责人 挺厉害吧 一下就把这三家都囊括在旗下了 到了2018年 也不算去年了 就算前年了 前年的2018年的11月 格恩被日本检方抓捕 罪名是违反日本证券市场法规 挪弄公款 中保私囊 瞒报金额高达50亿日元 如果对程的话 要坐牢10年 到了2019年的3月 本来应该是去年的 去年3月 法院批准他以10亿日元的保释金 回家护审 然后把他的三本 法国黎巴顿巴西的三本护照 全部都没收了 然后有日本警方 检方和日产的私家侦探 一起在监视他 就要他等着他坐牢 然后哥们最近想起 胜利大逃亡 现在已经回到黎巴内 跟他老婆在黎巴嫩的豪宅里边 去生活了 怎么跑的 就是说 雇用了前特种部队的士兵 乔装成了一个乐队 乔装成乐队之后 在过年 前两天不过年吗 过年的时候 到他家来party演奏 演奏了之后 结束之后 再让167公分的高 格恩躲进了182公分的低音大提琴的琴盒里边 这个琴盒说是182比较长 但是那大提琴它上面是窄的 所以他可能还是窝在下边 不过这哥们本来他也不太高 1米67不到1米7 个子比较矮 可能就堵在这大提琴的琴盒里面 就给他弄出去了 然后格恩现在认为自己无罪 他说出逃的理由是受到了政治迫害 他说日本没有公平的司法 他说当时 他说为什么说是政治迫害他 他说当时他在尝试去挽救日产的时候 他主要就是说消减开支 那么就解雇了数万的原先日产的老员工 他说在日本来讲 日本汽车产业的传统文化来讲 是不能够解聘的 基本上员工进来之后就都是终身制 没有错误的话是不能够解雇他们 就要一直用下去 他认为这个违反日本的传统 引起日本人的强烈的反感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是胡说八道 这是不存在的 我觉得日本人抓他不是什么所谓的政治迫害 就是真的因为这哥们儿中饱私囊 然后满报金额 然后违反这些都是真实 我认为是真实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是这样 日本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 他人民很有意思 他怎么说 他是排位 但是在同时他崇拜强者 他对那种实力和强者有那种 有一种近乎于疯狂的迷信 就是说他排外是排那种他瞧不起的 如果你弱他瞧不起你 但如果你强的话 他对你的那种崇拜是那种谢斯底里的 你得让他服气 你得让他服气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像昭和其胜 吴清源是咱们中国人 吴清源昭和其胜 日本人请吴清源去日本下棋 而且是连战连胜 十番棋 可能是十连胜 斩了日本当时 就是说最顶尖的棋手 就是杀了一个遍 被日本封为昭和其胜 可以说日本对吴清源 没有任何的这种歧视 或者是反而是一种 就是说一种近乎于崇拜 而且日本在比如说相扑 这属于在日本算是国际了 对吧 就跟咱们乒乓球 是咱们国际一样 作为这种传 而且是一种传统的 日本非常受重视的这种国际 但是你可以看到近几代的横钢 横钢就是相扑最高等级了 而且是终身制的 横钢只要拿到这个称号 就终身为横钢 最后你要实在不行就退一 对吧 但是反正这不会把你的横钢的 这个称号剥夺掉 它近几代横钢的 好像我记得近 好像四个都是蒙古 都是蒙古人 都是蒙古族的 都不是日本人 都是蒙古人 比较著名的 大家耳熟能详 有没有赵青龙 白鹏 这是典型的 这都是从蒙古来到了日本 当然后来白鹏是加入了日本籍 他为了要在日本 他要退休了之后 搞自己的培训部 然后他们好像娶的也都是日本的老婆 而且我记得白鹏娶的老婆 还是日本 属于就是白富美 是日本大企业的董事长家的千金 你知道吗 反正你就能看出来 虽然他们是蒙古人 但是他们在日本 他们都是年少 十几岁是来到日本 然后在这里就开始学习相扑 然后他们最早当年的 在蒙古的时候 都是好像是摔跤选手 或者他们父亲是摔跤选手 十几岁时就苗头了 参加青年赛 就拿到过名次 然后来到日本 开始学相扑 因为在日本你摔跤 在日本你玩相扑 挣着钱 跟你在蒙古摔跤是不一样的 在日本你摔跤 你拿了第一 你没有在日本相扑 拿了钱多 很多蒙古的这种摔跤选手 最终的都愿意 只要有可能的话 都愿意来日本 就是说学习相扑 参与 因为日本的相扑 选手挣的比较多 不但挣的多 而且在日本 非常的受到地位很高 受到了很多的尊重 甚至的取得很多 都是日本当红的明星 什么的 所以我举这两个例子 你就能看出来 日本人对这种强者 对这种英雄 他有一种崇拜 所以格恩在日本能够 就是说也算是创造了奇迹 实际上是被日本人 比较尊重和崇拜他的 但是有些日本人 不太喜欢他是什么 就是日本人特别讨厌 就是说欺骗 还有搞小动作 就是说你赢可以 比如说你吴清源 你下棋 你赢我可以 但是你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你偷我籽 比如说摆着摆着 你一偷 拿你两个子下去 这日本人接受不了 你不能这么搞 这不乱乱来吗 打死你 对不对 或者你摔跤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你搞什么危险动作 或者你手上带着把刀 什么的就上去了 这也不能接受 你要堂堂胜正的公平的 胜利的话 他才尊重你 对吧 你要搞小动作 他就瞧不起你了 对格恩的问题就在这儿 格恩在日本 是不是创造奇迹 是创造奇迹 但是 就是说很多日本人 非常嗓感他 在什么 他在这里边 搞了很多小动作 你知道吗 破坏秩序 然后你就看这个人 他扭亏为营也是 他用了很多 就是说在日本来讲 就是认为不耻 你不该搞这种东西 他的逃跑也是 就是说抓了你了 对不对 你应该明 对于日本人来讲 像这种东西 就是说你如果无罪 那么就明日言顺的 你就上法庭 我们对决 对不对 你认为有罪 就应该抛斧自杀 你找了一帮人来 给你妈塞乐器 河里跑了 日本人这不耻 这日本人就都 哇天 这丢人丢大方了 你知道吗 这日本人是不会 做这种事情的 你知道吗 日本人如果就是说 那是我做的 对不对 我认了 我抛斧 我自杀 我妈跳楼 我死了 你知道吗 这是日本人 你要日本人尊重 像什么人 比如说 去年的时候 台湾不是有 就是说 日本到时候 不就有那 自然灾害 然后咱们不是派了 雇了咱们大使馆 其实也没去啊 也是大使馆 花钱雇的 当地有中国人 开的旅行社的 大巴去不就接吗 然后接的时候 不是把台湾人 一块就接出来了 当时反正就是台湾人 就是说你上吧 上车吧 因为反正的旅行社 是这样 就上来一个人 我找大使馆 收一份钱 甭管你是中国人 还是台湾人 对吧 因为咱们不是说 台湾的人民群众 受大陆公民待遇 现在也就问大使馆 救不救 大使馆说也救 反正按一个人 一个按人头 当人给你收钱就完了 也救了 救了之后 当时台湾的 驻日本的 这个办事处 就是反应的 没有大陆那么快 结果就受到了 这个舆论的压榨 然后当时 他们驻日本办事处的 那个人不是自杀了吗 自杀了 这个日本人认为 这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政治的 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态度 这个在日本 就是比较 收尊重 像格恩这种 找几个人 给自己 给自己 飞电行 喝里跑了 日本人 耻辱 就是耻辱 就觉得就是耻辱 你知道吗 所以 但你就通过这件事 你就明白 为什么格恩在日本 最后 落到这个地步 就在这 他的格格不入 他就是各种 你知道吗 想各种 就是说日本人 偷奸耍华 日本人 不能接受的 这种方法 你知道吗 虽然你拯救了日产 但是日本人认为 你用的这种方式 是我不能接受的方式 知道吗 就是说你下棋 你赢我的 你偷我一个子 你赢了 我不迟 我瞧不起你 就这么个意思 你知道吗 然后他现在不跑到 黎巴嫩了吗 然后黎巴嫩和日本 现在没有引渡协议 然后黎巴嫩称了说 格恩是合法入境的 没有理由 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然后现在就众说纷纭 有人说 格恩在日本 保释出来之后 对他文文全全都是控制的 不许他跟老婆联系 不许这不许那 所以就认为了 他的逃跑 应该不是他策划的 可能是他老婆策划的 那么格恩现在说 都是我自己策划的 以我老公无关 以任何人无关 但是我告诉你 我看了一下他逃跑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不是他老婆策划 他老婆策划不了这事 这事你知道谁干的吗 谁干 黎巴嫩政府干的 能够调动这种力量 搞到这种事 我觉得黎巴嫩政府干的 而且格恩逃跑 他司马护照都没有了 从飞机场走的时候 用的是假护照 但是假护照 日本人是非常认真的 假护照在日本没有查出来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是 我怀疑是真护照 名字不一样 是政府做的 知道吗 政府给你做的 等于就是跟真的事 只是政府曾经给你写的名字 不一样 你知道吗 那没办法 他查不出来 那跟真的是一样的 都能全套真货 你知道吗 政府给你做的 那没有假 你懂不懂 就好像孟晚舟如果要跑的话 如果中共政府给他做一本护照 那就是真的 中共政府承认的 你一旦晚上能查出来 你查什么都是真的 知道吗 你没法查出来 这是假 因为它就是真的 你知道吗 所以就跟假币一样 对不对 有的时候 不就那种假币 就错版了 上面字不对 但是你拿各种院抄机 什么查都查不出来 为什么呢 就是中国银行到的时候 机器出问题了 压错了 压错字了 但是你不能说假 它就是真的 因为你懂得意思吗 就这么意思 所以我认为他跑道 是用的应该 应该这个护照 当然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个 但是我现在怀疑 这个护照 是政府给他做的护照 所以就是出入境 是查不出来 我觉得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当然他现在不能够 把锅甩给政府 不能甩给政府 对吧 所以这问题就在这了 就是说有的人 为什么一到这之后 有人就说 那孟晚舟也能这么走 为什么呢 就是说孟晚舟自己 肯定弄不了 但是如果中国政府 想把它从加拿大 弄回来的话 那么中国政府 有各种方法 对 有各种方法 如果真的是政府 我们派特工 派什么人过去 知道吗 资源就广了 资源很丰富 知道吧 虽然当然 当然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格文他因为没有带电子的脚铐 由于他没有带电子脚铐 所以他才能走 如果带电子脚铐 就不好走了 迅速就会被发现了 孟晚舟现在带着电子铐铐 但是问题在这儿 如果是中国政府 就是想想弄走的话 这个电子脚铐铐 那就是文化對 刚刚才预计的时候 引计可能 tensions 都可以再报仆 你知道吗 你电来后根本拦不住 那总有办法 你知道吗 他一定能想办法 就是说怎么给你换 对吧 而华为这方面的技术 也都是掌握了很多 对吧 所以在技术层面没有问题 我觉得孟晚舟不能走这条路 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 像这个来讲 黎巴嫩政府就是一个 你知道吧 流氓政权 差不多这么个意思 对不对 这么搞完之后 实际上在国际上来讲 是非常丢人 很丢脸 对吧 对 但是中国政府 一向来讲 还是就是说讲面子 对吧 就是说我把你弄回来 是可以的 我使方法 其实我们把康明凯抓了 把Michael抓了 就是要 就是摆明了 就是间谍桥 我要跟你交换人质 对不对 这个都可以 但是如果中国政府 就是说 我把你给偷回来了 这不叫我有本事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跟黎巴嫩一样 你虽然是 你是派了特工去 你模仿怎么着 你把人弄回来了 对不对 这叫小伎俩 大国之争的时候 用了这种方法 说明什么 说明你国力不够强 对 说明你没有本事了 不能弄正常的外交 就跟下棋一样 你下棋 堂堂正能赢我 这是你本事 你说 看那儿有头吗 头上的膝盆 丢人现眼 你明白吗 这是有小伎俩 像黎巴嫩这种国家 我觉得搞这种事的 还可以 知道 本来大家也瞧不起他 对不对 不玩这种丢人现眼 在这儿的 破锅破摔的 但是中国的话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什么叫大国 我他妈一拍出 你给我放了 你就得给我放了 这叫本事 你懂不懂 就是我 我现在告诉你 加大政府 你就 我不他妈偷个屁 你就给我放了 今天 你不给我放 咱怎么着 你知道吗 我给你咱俩说到 说到 对不对 这叫本事 堂堂正正的 我就逼着你把人给我放了 你知道吗 这样不丢人 如果偷过来了 人就丢大大人 丢到姥姥家 把习近平的人都丢光了 你知道吗 不讲面子 没有脸了 你看 没法混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从中国来讲 黑帮文化 知道吗 面子比鼻子重要 孟晚舟死在那块 习近平不能丢这人 知道 不能偷来 那人丢的太大了 真的把老了的人都丢光了 你知道吗 不能这么考 就是说 我做过实在不行 我把你加拿大 妈在中国的人都抓了 我们拿他10万个换一个 我也给你换回来 对不对 我这个是吗 这是堂堂正正的 我拿国家之力 全国之力 我给你硬肛了 对吧 正面肛 偷回来 太丢人 还有一点 就是说 格恩的他年纪大了 还无所谓了 他也不怕丢人了 回来 他也就功成名就了 挣上钱也差不多了 搞成这样 我估计后面 也没有大公司 弄他了也就完了 但是孟晚舟还年轻 对吧 国家来讲 哥们来讲 派好她这么多年 对她还是寄予厚望 觉得就孟晚舟 我觉得在加拿大 现在就是说 就是说算是有点 怎么说 代赴从军 花不兰 代赴坐牢 不算坐牢 保释 代赴 不过他将来 如果真的判对了的话 保释期间 实际上基本上也可以 抵扣他的 就是说坐牢的期限 然后因为他 因为他现在也是限制人身自由 跟坐牢差不多 你哪儿也不能去 大家怎么不跟坐牢 对吧 等于把自己家 变成一监狱了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就算什么 代赴坐牢 整个来讲 还是对他寄予了厚望 将来如果能够回来之后 我觉得 以他的这种经历 这种 就是说受到全国人民的 这种爱戴 我觉得回来 就是说执掌华为继承的 这个祖业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非常有可能 都变成资本 这个反而就是一个资本的 以前像万达拉他们坐牢的话 最后都都变成资本了 坐了那么多年牢 对吧 反而成了一种 你像李敖在台湾也是 李敖到后来 倚老卖老 七个不在乎的政府 他大嘴巴当初 他也没辙 不敢买怎么着 他都坐了那么多年牢了 你再坐牢了 不好意思的 对吧 他在弄什么 大家都对就算了 对吧 他当年吃的那些苦 做的那些牢了 对吧 所以孟晚舟现在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孟晚舟 我觉得于情于理 从国家的面子上来讲 从各方面来讲 他走不了隔着这条路 就是说 就算他爸爸和他想要丢人羡眼了 想要跑回来 州政府也不允许 你知道吗 你们家丢了体的人 政府丢不起这人 你这跑回来 我们人都丢光了 对吧 然后咱们看 反正我觉得也不用着急 对不对 现在那搁着 他这事现在主要 我还是那句话 孟晚舟事件 就跟中美的贸易协议 还是有关系 贸易协议 自我都谈妥了的事 时候这个事就好解决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 不是说第一阶段协议还没签 对不对 不是说要15号签 能不能15号签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虽然川普说了 但是这事说实话 川普说了也不算 那么到时候看 反正我觉得 就只要中美的贸易协议 能够最终有了结果之后 孟晚舟就很容易 就简简条就放了 对吧 而且说起实在的 孟晚舟在那好吃好喝 好戴成的 对不对 你看康明凯和Michael在这 惨疾 天天啃 我窝头都没得吃 现在窝头贵 棒的面的白面还贵了 天天啃馒头 我听你说 在监狱干活 科卡上写个求救信 求救信 我是康明凯 他们天天让我妈 磕瓜子 磕得我牙头有痕 你知道他们有 在监狱里面磕瓜子 包那瓜子 你知道吗 磕了 磕的牙头 有花 有磕的牙头有花 反正 所以 反正这是我的那么一个 我的一个分析 当然 黎王岛政府也不要来告我了 我也不是说一定是你们 我只是我怀疑 因为我觉得他老婆没有实力 这个事要想搞成 我觉得要有政府的特工在后面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这个私人飞机 转机厂 对 都要有专人在后面去安排 去支撑到各个职场去 到各个机场去 就是说协调这个事 所以我认为 这应该是有政府的这种特工 和这种前情报人员 在里面策划这个事 要不然的话 自己私人的商业搞这个事 我觉得能搞可能程度不大 而且日本那边非常认真 不会那么轻易就让他走掉的 所以黎王岛政府有点小丢人 好吧 中国政府不能丢这人 所以孟晚舟听完 我孟晚舟本来看完之后 心潮澎湃 小度乱状 听完我说完之后 又凉了 从头乱到脚 脚还走不掉 好吧 今天你剪到这里了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